她曾和黄晓明关系暧昧 也曾深陷孽远的混乱五角恋 还惨遭爱人闺蜜双重背叛 扬言不会再谈恋爱的刘云 为何会和多情浪子郑君走到一起 1982年 刘云出生于湖南长沙 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 还能歌善舞 15岁就成了一名正式的舞蹈演员 后来考入中戏后 更是凭借着出众的外形条件 成为2000集中戏的笑话 因此读大意识的她就戏约不断 而且拿到的都是大女主的戏份 然而刘云却因为感情 打烂了手里的一副好牌 拍摄《大汉天子》时 和已有女友秦岚的黄晓明关系暧昧 后来二度合作录顶记 黄晓明与剧中的老婆们合照时 也唯独只紧紧搂住她 不过在刘云与聂远相识后 黄晓明就被她打入冷宫 2004年 刘云和聂远 在拍摄电视剧《汗血宝马》时 因戏生情 两人恋爱之初 聂远就以事业为由 要求刘云不要公开恋情 当时恋爱脑上头的刘云 也选择默默支持男方 就在她满心欢喜地期待成为聂太太时 聂远混乱的五角恋 却将刘云交得透心凉 聂远不仅和阿娇经常传出绯闻 还和胡可 谢娜一度关系暧昧 在这段恋情里 刘云始终处于被动的一方 做了三年不见光的地下女友 还放话称 我再也不谈恋爱了 和聂远分手半年后 刘云在朴树的妻子吴小敏 先线搭桥下 认识了正单身的郑君